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马斯克 拜登11月必须被击败 阻止北京对台磨刀霍霍 美国会最新法案曝光 快讯 超级星期二川普已拿下五周 超级星期二第一场选举结果出炉 为何不要中国车雷蒙多访谈欺诈中共 请大家收看 马斯克 拜登11月必须被击败 网友 最新消息显示 特斯拉CEO马斯克与前美国总统川普 在周末会面 川普正在寻求政治资金捐助者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暗示支持他 认为现任总统拜登必须被击败 马斯克的净资产约为2000亿美元 他有可能全力支持川普 消除拜登及其盟友的财务优势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 马斯克是否会支持川普竞选总统 马斯克最近的言论表明 他对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持批评态度 并称之为叛国 马斯克的看法可能成为他是否支持川普的重要因素 阻止北京对台磨刀霍霍 美国会最新法案曝光 网友 美国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于3月5日提出法案 要求财政部在总统判定中国侵台后的30天内终止美中税务协定 该法案旨在向中国传递强烈信号 表明美国不会为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优惠税收待遇 法案的提案议员认为 这将有助于遏制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 共和党的柯宁和凯西迪以及民主党的昆斯和马斯托联合提出了这一法案 柯宁多次支持有台议案 并表示美国必须明确表示 中国侵略台湾将面临严重后果 昆斯指出 印太地区伙伴的安全对于美国的贸易目标 地区稳定以及全球推动民主至关重要 中国对台湾的潜在侵略将严重损害美中经济关系 并带来利己且沉重的后果 凯西迪将台湾形容为盟友 并表示按照常理 如果中国攻击美国的盟友 就应该受到惩罚 马斯托表示 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价值 并追究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美中税务协定规定了哪一方可以在何时对何种收入征税 以避免跨国公司和个人在不同司法管辖区面临不同的税收规定 美中税务协定允许一方提前六个月通知后终止协定 去年10月 柯宁和马斯托致信拜登政府 呼吁终止美国与俄罗斯的税务协定 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快讯 超级星期二川普已拿下五州 网友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川普在缅英州 北卡罗莱纳州 奥克拉荷马州 田纳西州和维基尼亚州赢得了胜选 这些胜利使得川普有可能成为 11月5日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候选人 决定是否正式提名川普的将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该会议将于今天举行 超级星期二第一场选举结果出炉 网友 总结 根据美联社预测 美国总统拜登在爱奥瓦州的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中获胜 这是当晚的第一场竞选结果 爱奥瓦州在这次选举中改用邮寄投票的方式 拜登的得票率超过90% 此外 本周二还有15个州举行总统候选人和下级候选人投票 其中包括黑力试图阻止川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努力 为何不要中国车雷蒙多访谈欺诈中共 网友 最近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发表讲话 称中国制造的智能车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他表示 这些车辆可以收集开车人的敏感信息 并将其发送回中国 他还强调 中国可以通过停用软件来远程停止这些车辆 为了保护美国人民 拜登政府已下令对进口中国制造的智能车进行调查 并可能实施限制措施 这一言论引起了中共方面的不满和反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毛宁都对雷蒙多的言论进行了回应 华春莹表示 雷蒙多暗示的iPhone和特斯拉等产品是否也在将机密数据传送回美国 随时可能被华盛顿关停 毛宁则指责美国对中国用户的苹果手机是否也可能将信息输送回美国 然而 他们没有提到中国是独裁国家 而美国有民主选举和自由经济的制度差异 拜登政府的调查旨在防范中国制造的智能车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美国官员担心 这些车辆可以收集大量个人数据 并可能被远程操控 调查可能导致制定新的法规 限制中国制造的智能车在美国市场的使用 虽然目前从中国进口汽车的数量有限 但美国官员担心 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在周边国家设立组装厂来规避关税 商务部将向汽车业和公众征求意见 并制定潜在的法规来管理来自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车辆技术的使用 总体而言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言论引发了中共方面的反应 并引起了拜登政府对中国制造的智能车进行调查的行动 美国担心这些车辆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并可能实施限制措施 这一事件凸显了中美之间在技术和国家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 男子接受反老还童手术 对比照震惊网友 网友 随着年龄增长 人们对于保持年轻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 最近 一名中年男子的整容前后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报道 他通过整容手术变得年轻了一半 让人不敢相信 这个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称赞整容手术的神奇效果 也有人对照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整形外科顾问梅琳达 法里纳在接受采访时坚称照片没有经过PS处理 同时发布了手术视频和熟人的证明 试图证明这个整容奇迹的真实性 然而 网友对于这个整容手术是否真实 仍然存在分歧 整容手术一直是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 尤其是那些希望返老还童的人 然而整容手术的效果究竟如何 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整容手术可以让人变得更年轻 更美丽 而有些人则认为整容手术只是一种外表的改变 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内在 这个中年男子的整容前后照片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对整容手术的神奇效果感到震惊 有人则对照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整形外科顾问梅琳达 法里纳为了证明照片的真实性 发布了手术视频和熟人的证明 然而 网友们对于这个整容手术是否真实 仍然存在分歧 整容手术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许多人希望通过整容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外貌 以获得更多的自信和满足感 然而 整容手术并非没有风险 有时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个中年男子的整容前后照片 引发了网友们对整容手术的讨论 有人称赞整容手术的神奇效果 也有人对照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整形外科顾问梅琳达 法里纳发布了手术视频和熟人的证明 试图证明这个整容奇迹的真实性 然而 网友们对于这个整容手术是否真实 仍然存在分歧 无论如何 整容手术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决定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 来决定是否进行整容手术 大批中国博士被剧入境 美特工对小聪明了如指掌 网友 科学杂志报道 近期有数十名中国博士生 在回美国时遭遇到关小黑屋 并被拒绝入境 这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对学术的影响的担忧 这些事件可能会让中国学生认为 为了在美国获得高等教育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报道中提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大壮 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自己在美国海关遭遇盘查 并被拒绝入境的全过程 他是从北京搭飞机到新加坡 再从新加坡飞到瑞士 最后从瑞士飞到美国 在波士顿机场被拦截 大壮的申请 H1B工作签证也被拒绝 并被禁止五年内在入境美国 报道指出 自从美国的1043禁令出台后 许多留学生在华人论坛上 交流如何规避禁令的经验 不过 这些信息早已被美国政府掌握 甚至由美国特工在论坛潜水 记录交流内容 目前 一些大学机构和律师 正在为被遣返的学生提供帮助 一些学生获得了前往欧洲大学 继续深造的机会 还有的学生获得了远程学习和工作的许可 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这种做法感到惋惜 他们认为 这些学生与军事或敏感技术 没有任何联系 但现在他们需要去其他地方 而不是美国 来完成他们的研究和开启职业生涯 班克曼·弗莱德首张监狱照被报 拉里拉他 网友 班克曼·弗莱德是一名加密货币交易所 FPX的创始人 被指控犯有欺诈和共谋罪 他目前在布鲁伦的联邦监狱 等待下月的宣判 最近一张监狱照片显示 班克曼·弗莱德与其他囚犯站在一起 一些囚犯表示他是个好人 并且受到其他囚犯的喜欢 他的审判于今年秋天结束 陪审团认定他犯有多项罪行 涉及窃取客户的资金 他将面临长达110年的监禁 这一判决为他长达一年的传奇经历 画上了句号 突发 字节跳动名死线 网友 总结 美国两党议员于3月5日提出法案 要求中国字节跳动 剥离其旗下应用程式TikTok 否则TikTok将在美国被禁 议员们认为 这种由外国竞争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式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 法案还赋予总统新的权力 对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式 进行禁令或限制 美国政府去年曾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 出售股份 但至今未采取行动 TikTok及字节跳动目前尚未发表评论 印度首富儿子手表真豪 扎克伯格欣赏不已 网友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印度首富的儿子 阿曼特 安巴尼和拉迪卡 麦昌特的婚前派对引起全球关注 许多富豪和名人参加了这场持续三天的盛宴 并受到了极高的待遇 其中 扎克伯格和他的华裔妻子 普利希拉 陈也参加了这场派对 在派对上 普利希拉欣赏了阿曼特佩戴了一款奢华手表 并表达了自己的喜欢 这段互动引发了扎克伯格的兴趣 但并不清楚 他是否真的想要购买这款手表 文章还介绍了这款手表的设计和价格 并提到了扎克伯格的财富和他对手表的兴趣 最后 文章提到了扎克伯格与另一位科技界富豪比尔 盖茨一同出现的照片 强调了他从未对手表感兴趣的事实 加州大规模枪击已至少四死七伤三盟面枪手仍在逃 网友 美国加州金市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在一处举办派对的住宅 三名疑似枪手向参加聚会的人开枪后逃离现场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嫌疑人 此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对美国枪支管控政策的讨论 美工程师坚持带Vision Pro结婚 新娘表情爆红 网友 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软体工程师 在婚礼上带着苹果Vision Pro 引起网络热议 照片流传后 新娘的表情成为焦点 有人认为她不开心 甚至后悔嫁给这个人 新郎解释她希望完整记录婚礼过程 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带上Vision Pro 新娘则表示她一开始确实觉得不可思议 但后来已经接受 并没有真的生气 美退休基金大涨 百万元退休金账户增加11% 网友 根据复达投资的报告 美国劳工的401K退休账户 结余创下两年新高 37%的人的退休账户资金已达到100万元 数量增加约11% 尽管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401K退休账户的平均结余 却创下两年来新高 大部分拥有401K账户的人 有足够的公款率 高达78%能获得雇主提拨 然而 调查显示 退休族中有46%对于退休存款用尽后如何因应毫无准备 66%认为美国面临退休危机 专家建议 根据年龄设定退休储蓄目标 如30岁时年薪的一倍以上 40岁时三倍 50岁时六倍 60岁时八倍 67岁时十倍 复达投资建议所有存款的储蓄率应占收入的15% 报美拒绝批准AMD中国版AI芯片出口 网友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半导体公司超微半导体AMD在试图销售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AI芯片时遭遇美国政府的限制 这款芯片的性能低于AMD在中国以外销售的产品 符合美国的出口限制 但美国官员认为该芯片的性能仍太强 AMD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ASE的许可才能销售 美国一直试图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担心中共可能获得军事优势 拜登政府于2022年公布了一套出口管制措施 并在去年10月加强了这套措施 此举限制了英伟达和AMD 向中国销售最强大的AI芯片 迫使他们寻找变通办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